台湾知名智慧应用方案供应商维夫拉克 12月25日中科新建厂办举行开幕剪彩仪式 仪式由台中市政府令狐荣达副市长 台中市建筑经营协会赖炳元理事长 智慧居住空间产业联盟张芳明会长 大台中建筑师工会黄玉文理事长等共同剪彩 维夫拉克中科厂办此次备受瞩目 主要是本栋常办是国内少数获得与台北101同等级的 美国立的最高白金等级认证 与台基建同属智慧建筑最高等级的钻石级智慧建筑标章 因为我们本身就在做智慧弱电系统 那我们希望透过台湾或者是美国他们的建筑标章 立建筑最等级的包括智慧建筑最顶级的 我们来做这样的规划 那台湾业界包括同盟来参访的时候 大家可以彼此多一点讨论 引进我们台湾最好的技术跟科技进来场内 所以我自己盖的厂房我就希望能够把它完成的时候 我开放我们的客户业者来参访 包括我们的同业同行都来观摩 大家把台湾的智慧通讯把它整合起来 把我们台湾的智慧建筑发扬光大推敲到国外去 除此之外 整栋智慧系统采开放式设计 全厂办采人脸辨识系统做人员进出权限管理 除了大空间的人脸辨识与防疫测温门禁管制外 各办公空间 电梯管制 员工储物柜及自动贩卖机等 也全部搭载人脸辨识系统 达到全非接触式管理 我们目前中科新厂的部分 我们有很多智慧化的系统 包含了我们的整厂都是用人脸辨识 你要用人脸辨识去坐电梯 然后包括你人脸辨识的功能 然后去进我们的修润 然后去做一些相关的体验 全动也规划部件室内植栽自动浇灌系统 全室内空气品质侦测 以及智慧化机房 中控管理中心 还有自行开发的Wefergo送件机器人 Weferbox无人管理储物柜 等满满的先进智慧化建筑应用 往后也将广邀各界 对智慧建筑与绿建筑有兴趣的同好与先进参观指教 那像系统的部分 我们同时也有很多智慧化的系统 包括我们现在有我们的Wefergo Wefergo是我们的送件跟送包裹的机器人 那它可以在整个环境里去收送文件 包括送餐啊 包括你送包裹的部分 可以应用在厂房 以及一些住宅豪宅的部分 那另外我们也会有我们的Weferbox 智慧信箱柜 物馆的人员 它就可以安心的在社区的安全维护上 不用花太多的心力在关于包裹收发 信件收发这上面 那我们让信件收发跟包裹收发 借由我们卡片密码或者人脸的方式 达到一个更便利更简洁的收送的solution 借由这样的方案 我们也希望可以让每个社区 不只自动化更要达到智慧化的功能 那像这栋厂板我们主要有智慧建筑钻石级 以及我们国外美国利德建筑 绿建筑的白金级的证明 那透过这样的绿建筑以及智慧建筑 我们希望透过一些系统整合联动的部分 来提供我们参观者 还有包括我们使用者 更便利还有更智慧的一个体验 欢迎你们有空组团来中科长参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